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手上这把乐琴好不好 这上面的图案还蛮特别的 这是北家庄 北家庄 这是一个分林的一个庙宇的彩绘师 他叫阿伟 他画的 是 其实讲到乐琴 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乐琴 这个乐器 在臺灣的传统音乐裡面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种乐器 非常重要 他的重要原因是 你不认识南管北管 然后歌仔细 恒春调 各地方的民谣 几乎都是用乐琴在谈 臺灣民间乐器裡面三个最重要的 一个是乐琴 一个是大管弦 大管弦 大管弦是 那个零头树拿倒 零头树 海边的那种 零头树 零头树 做的那个 大大的 很像那个二胡那样子 对对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是喀喀弦 椰子树 椰子核 椰子核 椰子核对对对对对对 这这几种乐器可以构成臺灣很重要的民间的音乐 对 因为早期在那个钢琴跟吉他没有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手上一把乐琴 或是一个一个 寶光铁 就唱起来了 就唱起来了 对就这样唱起来了 所以歌仔细怎么唱呢 用乐琴 对 乐琴 也可以伴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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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想听 你要听歌来信 我心驾佩礼啊 过三观 改变所以啊 过中暗 和生活的句子 你愿 Крас 音乐的说道 Share 也失诚 Ling 民歌车的画 Committee 无人冠 一心这愉 concert 寶寶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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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請 真正若想 真會連驚 啊 好好聽喔 老師其實我剛剛 他這個葉曲就是他這個可以自己去轉換 每個人彈都不一樣喔 真的嗎 真的以前都是這樣 現在也一樣 每個人彈出來都不一樣 譬如說 那我師父朱丁順 是 橫紫教師朱丁順 還有那個 那個歌仔戲 北館歌仔戲的師父莊敬展 他們兩個彈法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是一個很自由的 對 那像師公師祖籍的陳達 陳達 他彈的又不一樣 他的招式又不一樣 他每個人每個人招式 對啊 講到樂琴其實我們多半會開始 從陳達開始響起 對對對對對 那個時候他其實是一個很傳奇的音樂家 老師有聽過他演唱對不對 有 有 有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那個時候其實我只是聽過他的卡帶 因為那個時候是因為雲門舞級 那時候 許常惠 對 清傳的時候 許常惠跟史惟亮 他們兩個人把他找到臺北來 對對對 那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二十歲 二十歲聽到以後 我本來玩古典吉他 跟民謠吉他 對 然後一聽到陳達東 這個才是我要的 這是我的東西 召喚到了 對 因為那時候大家就強調寫日月歌 對對對 對不對 在那個年代 可是我聽到陳達 這才是我的歌 我自己要學的東西 那時候就很想跟他學了嗎 沒有 那時候我就完全 就對西方音樂的想法 就覺得我要回來找 台灣自己的音樂 對對對 所以說那時候我開始去拜詩 老師拜的詩是 我北館布賴序我就跟李天路 跟他的兒子阿虹跟阿忠他們 對 我就跟他們學北館布賴序 對 然後我去宜蘭拜師 是那個三十幾歲的時候 我的北館歌仔區的老師 是莊敬才 他是宜蘭的 現在第一把的 他還活著 那車谷跟南館 是基於您找吳天羅家族 吳天羅老師 他如果現在在的話 快一百一百歲了 一百多歲 然後最後是才是真的去學 吳天羅老師跟朱丁順 朱丁順老師 對 跟他學七年 老師在這一路的拜詩期間 是因為你覺得台灣的音樂 沒有傳承下來嗎 我覺得那個才其次最重要的是 我是一個比較想要 所以我是抱這種心情去學的 對 所以我幾乎 像我去學 我似乎都很高興 我去跟朱丁順順 他都會 他知道我要去 他就說 我土豆豬 他要給你燉好了 他就請我吃 因為土豆豬豬很好吃 對 他就 我去就高粱拿出來 我們就開始唱歌開始喝酒這樣 對啊